南韓政府說南韓自殺率比20年前高出成5倍 當地的危險也掀起過自殺潮 好像年僅33歲的韓星撲龍河一樣 在10年6月自殺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南韓政府為了進一步減低自殺率 成立了一個有100人組成的監督小組 成員來自社會各界 包括學生、家庭主婦和健康專家 監察網上一些博客社交網站的內容 找出聲稱幫人或鼓勵自殺的有關內容 從而作出取締 其實南韓在去年已經實施了很多措施 例如在香港增加巡邏人員 防止人們跳河自殺